日荷包产季来临 受到了去年台风影响 屏东县恒春产量暴跌9成 平均每公斤要300块钱 大颗顶级品更是飙到了每公斤550元 换算下来每颗20元 等于说买三颗就是一个便当的钱 而业者估计月底产季结束前 都会是百元以上的高价 不只是在地人 一般民众想吃恐怕都不简单 饱满多汁的玉荷包一颗颗 逐渐由绿转红 拨开一颗来尝鲜 口齿瞬间流香 玉荷包又甜又好吃 只是今年想买恐怕得掏出更多的钱 受到去年小选台风的强风重伤之夜 加上年初气候异常 开花率起低的双重打击 今年产量暴跌9成 一般品种在拍卖场 排出平均每公斤300元的高价 而少数大颗顶级品更来到550元 换算下来每颗要20到30元 等于三颗就可以买一个便当 这种等级的例子 可能叫六七百以上 一公斤的话才大概三四十颗 大概一颗的话大概叫二三十块了 屏东恒春镇的玉荷包产区 种植面积近200公顷 往年玉荷包都是全台首批上市 但今年量少只能干瞪眼 就连全国最大产区的高雄大树产区 灾情也不轻 国农感叹民众恐怕要有心理准备 吃不到平价的玉荷包了 玉荷包少到连果农都舍不得吃 全往北部送或宅配 看着好价却又无货可大卖的心酸 记者苏世伟评论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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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